好,大家好,來到焦點視頻,天得禮法節目的時間 今集,盈光幕的右手邊就是馬德禮師傅 第一好 左手邊就是我們的胡聯興師傅 是,你們好 上集,我都說了,我們一直很正氣 今集,我們都正氣下去,不過我們用另一個角度 有神功,或者法科,我們門外漢 或者可能眼光幕前有很多人都是門外漢 經常都會有一件事,就是 符是一個好像很神秘的東西 為什麼叫神秘呢?就是 怎樣寫呢?寫些什麼呢?我們其實看不明白 師傅,想請教一下,對不起 胡師傅,請教一下 其實一道符,是不是一定要黃色紙? 不一定的,應該寧空格寫都可以 即是可以是無紙性有紙 無線無紙都可以寫得到的 好了,下一條問題 是,那是不是一定要黃色紙 應該不可以這樣問 是不是一定要襯那張紙 那個符呢,就是要用黑筆或者紅筆寫的呢? 一般來說是可以用紅筆 有些外面來說,紅筆就叫紋筆 那些叫鐵筆,紋帽 黑筆,紋帽筆就是兩支筆 一個紋,一紋一帽 OK 如果這樣說,就是用什麼顏色都有分別嗎? 一般來說,如果吃那些呢 多數用珠沙的可以吃 師傅剛才你說了,拿來吃的 我記得了,很久以前看過周星馳的電影 都說了,張道符用兩碗水 煮成五碗水 但都是用水煮而已 但我剛才聽師傅說,可以這樣吞 可以生吞 那原理是什麼呢? 即是用水煮和這樣吞 可能它還沒化下去,你吃到身上 就更加割足用 效果好一點 即是原汁原味 是呀,沒錯 你燒了可能就沒那麼原汁原味 好,原汁原味就說了 OK 那大師傅,原汁原味究竟是什麼味道? 那種子是什麼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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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酸子應該沒有味道可以 OK 理解 那大師傅,我想請假 剛才所說的 苦,吞完,或者喝完 一般是多久見效 它應該會見效的 你看什麼原因 或者你和別人鬥法 或者做什麼 你會馬上有效果見得到 不會說你和別人鬥法 或者是做什麼 一年半了 那怎麼辦呢? 應該立刻見效的 但是我們一般呢 如果我們學法呢 就 除非和別人鬥法 或者是幫人,醫人 那些才有苦 如果不是我們 如果學 學的時候是沒有苦吃的 都我跟你上兩集都講過 我們國家是不用吃苦的 嗯 OK 那大師傅,我想請假一下 其實 苦 剛才你所說 可能身體健康 是不是 那其實 除了健康 還有沒有什麼 用處 或者用途呢? 有 有很多用途 剛才我都講過 鬥法 幫別人和合 那些都有 嗯 有很多用法 那師傅,和合兩個字 即坊間 有很多不同的 都不論是正面的 或者是負面的 是 很多人都利用 和合這兩個字 我又想聽一下 胡師傅 你的解說 和合其實是什麼呢? 和合來講 一般 我們就好像 你兩夫妻有艾薩 嗯 即是你吃了一道符 就幫你好一點 即是不要那麼多摩擦 嗯 那些和合 但是也都 如果有人歪念 我知道你姓什麼 名什麼 我寫在一道符上 燒了它 化了它 我們叫化 通常 我講燒你們就明白一點 化你們可能不明白 是 就OK的 那個人自然會跟著你 嗯 聽過這些方法 那些那些 那些不是歪念 那些不是那麼正常 理解 但是我們通常來說 不是那麼喜歡人家用的 嗯 OK 理解 但是師傅 除了和合 健康 我又想請教 例如 財運這些有沒有符的呢? 坊間傳聞有很多 你所理的那些 五鬼運財 這些那樣 那些那些 我個人理解 純粹我個人理解 嗯 作用不大 嗯 如果可以的 找我自己 我明天還要學菜 我還要做什麼 這個那樣 是不是這麼說 現實一點 寫百幾張 是呀 現實一點 這些 或者運程改到 可能是會有多少的 就是這麼說 嗯 讓你環境順一點 賺錢容易一點 這樣 應該就會有多少 有幫助 但是我想這個就是 學師傅所說的 就是回到根基 就是你的心靜不靜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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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寫百幾張 今晚我吞了它 明天我中六合彩 是呀 應該是呀 沒錯 OK 理解 那師傅 我想請教 好了 我問完你很多功用的東西 那就是一道符 我們聽過了 就是師傅所說 什麼山吞的時候 有什麼符膽吞下去 符是怎樣組成呢 整個早夜 是呀 是呀 我們一路下來 所謂的寫符都有些咒 是呀 通常是 什麼先師在上面 是 即是那些斥令呀 或者勒令呀 或者是佛令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 是 一般都是這樣的 是 然後有個符架 是 然後有個符膽 是 是 那個符膽根本就是最緊要的 那個符膽最緊要 是呀 那個是那個所謂 那些 即是講簡單點明 就是那些密碼來的 哦 即是叫做 落了一些密碼下去的意思 是 是 就給上面聽得明白 上面是 早傳下來的嘛 那些密碼是 是 即是 我用你這套密碼上面知道的嘛 哦 OK 是吧 它就是行得通 就是這樣說 OK 理解 但是啦 師傅我又想問 就是 嗯 我記得啊 師傅 我記得啊 馬師傅呢 曾經講過的 即是他說呢 例如 如果一道符 我想知道它 有沒有用 即是很坦白說 你兩位 即是兩位師傅寫道符 跟我寫道符 有什麼 有什麼的分別 是怎樣可以看得出呢 看 一般人 看不出的 是 你自己畫下去 對不對 是 你信不信你 還有你有沒有法力 行不行得到這套符 你學過沒有 是吧 根本這套符 是講你自己本身的法力 沒有法力 你便行不通 你便用不到 即是好像你在街邊 有很多符書買的 你便照抄 是吧 行不行 你用不用得到 OK 你抄到 未必用得到 即是你沒有法 我上網都看過 即是有很多 例如社交媒體 有很多人會傳 即是符書 那些 是吧 即是其實 即是奉勸各位 不要想著純粹上網看到 嗯 然後自己照抄 是吧 然後就吞掉 這樣 千萬不要做這件事 因為未必有用 是啊 未必有用 OK 理解 那好吧 今集的時間 就講了很多符的事情 時間差不多 那我就多謝 馬德禮師傅 和胡聯興師傅 好 拜拜